这两个名字就会换成宜兰县的某两个乡镇 是不是 那历史就这样 所以我就是比较云宁县跟宜兰县两个县的居民 健康的情形 96年的时候 六亲才开始要 也就是没有六亲 两边的死亡率差不多 然后如果用宜兰都当做宜的话 宜兰的死亡率经过有六亲之后 两个线 整个线来看 宜兰的死亡率增加了快2% 很高耶 平均移命 我们接近七十八 八十岁 这乘以2% 金安国药 这好大的耶 这个事也是一样 政府资料自己去算一算 就可以算得出来 所以呢 平均移命的差距呢 全部差不多1.5岁 男生呢 接近快差2岁 女性呢 差不多0.7岁 有六亲之后 两个县是有这么大的寿命上面的差别 所谓平均移命就是说 这一群人如果20万个小孩子现在出生 我们就一起在这里呢 他们未来呢 云林县跟宜兰县呢 平均取来会差一岁外 这叫生不逢死 生错地方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个污染不改变 会不会就是这样 不是说带来繁荣吗 所以平均美人可支配所得的钱 六亲钱宜兰也多一点点 这么多年后宜兰也多一点点 两边都没有差别啦 没有因为寿命短 然后怎么样 钱赚多一点也没有啊 所以环保跟经济一定冲突吗 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想法 为了经济可以牺牲环保吗 有用吗 好像牺牲了环境 然后经济也没有比较好啊 这都是台湾的资料 自己这两个县市的资料 所以我们的建立 环保单位要做一些事情 环保局要跟中央部会做一些事情 做了很多建议啦 今年就是这些建议 我们希望有人下来跟大家讨论 我们就要讨论这些所有的这些建议 然后看看能不能帮忙当地的人 比较好一点 这里面有继续做研究的 要做渐渐的 要做更好的风险评估的 要做补偿 健康补偿的准备 要不要 不然做这么久了 3900多人次 3230个人 够不够 做3万人好不好 做30万人好不好 要怎么做 我们社会要去谈 要去回答这个问题 要去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很多的建议 希望政府可以参考 所以当年环平数字 没有说的真相是什么 我们提供的数字 当年环平没有说的真相 当年的环保标准 所不能够保障的是什么 那现在走到这个地方 都在谈当年吗 还是要从2009年 我这个报告也要开始谈 还是要从今年 我发的这个报告也要开始谈 很遗憾在4.67 4.67 都不谈 我们这个报告好像 视而不见 那工业 我们当然要啊 台湾怎么可能没有工业 6000 7000 8000 然后以前的5000 到底我们要怎么做 继续有实话呢 还是要绿能 还是要怎样 我们这些的争论 我们都要有一些想法 那这是我为医院不肯说的 看来真相写的训 就是真相跟真相的配合 刚好可以用在这个6000 生命是很微妙的 很难很快有答案 三年才有这样的答案 很多人可能会不满意说 怎么 只有这样 那就只能这样 时间能力 有限就怎么这样回答 爱因斯坦说 并不是 所有可以算的都是重要 并不是 所有重要的都可以算 就回到林静兰先生说 一个 两个 三个 跟我 跟我去拿资料 去测量 从空气拿 从人的尿液去 测了半天就算了一大堆 答案一样吗 还是不一样 所有可以算的才重要吗 不能算的就不重要吗 也就是对环境价值的坚持 或是选择 就是我们这样 国科会主委 如今一讲 基本教育派 只要一两个基本教育派 就可以把一个什么 是这样吗 就是为什么我们社会 是这样在看待这个 这 我的研究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只是贡献一点点 那 不晓得能不能 引起大家在 未来继续有 万里六青的讨论上 有一些讨论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